随着任期将近 特朗普已经赦免了多名亲信 包括女婿库什纳的父亲 前竞选顾问马纳福特等等 而近日有消息称 特朗普也向助手提起过 他要赦免自己 如果他真的这样做 将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动 根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自从大选日之后 特朗普已经与助手们进行过几次谈话 称他考虑赦免自己 并询问他们自己是否应该这样做 以及这在法律和政治上 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 特朗普此前已经表露过赦免自己的愿望 一直强调有赦免自己的权利 而询问身边助手的想法 也被视为他要将某个想法付诸实际的信号 而他也越来越相信自己在离任之后 会被政治对手作为打击目标 目前还不清楚 1月6日的国会暴动之后 特朗普是否有再次提出这个想法 暴乱以来 有关宪法第25修正案立即罢免总统的讨论 已经越演越烈 在此之前 美国还没有总统对自己进行过赦免 因此这一行动从未得到过司法系统的检验 法律学者对于法庭 是否会承认总统对自己的赦免也存在分歧 学者们普遍认为 进行自我赦免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 也就是总统单方面宣布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而且不用为自己在职期间的任何罪行负责 这一条 是否会承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